天气热想省电费不开冷气 快试这三招穷人版降温法 薛友真是唱出我的心声啊 现在矮不到夏天 天气就已经热到让人受不了 心静还是凉不下来 想开冷气 但电费好贵哦 尤其明天夏月店家又要开始 冷气这种吃电怪兽最伤荷包 开不开好两难哦 没关系 苹果请到省前达人张伟明 跟大家分享三招穷人版降温法 不用开冷气也很凉哦 达人说 第一招就是打开前后阳台窗户 保持室内通风对流 大家会有错误关键就是 外面那么热 外面的空气比里面的空气热很多 所以阻挡外面的空气 不要进到室内 室内就不会那么热 其实就是错误的观念 如果能在阳台或窗台上放一盆冷水 让热空气进入室内前先蒸发水气散热 也有降温的效果哦 而第二招是自制穷人般冷气 方法是先用宝特瓶装满水后 放入冷冻窟 等结冰后拿出来包上毛巾 放在电扇前就能降低吹出来风的温度 达人说这样做至少可以降温一度左右 效果类似市售的水冷扇 却不用多花几千块去买 而且如果真的热到受不了 还可拿这条冰毛巾擦擦身体也能降温哦 而第三招是拿湿一点的拖把拖地 室内的温度比较好 所以你要拖把去拖地的时候 它会迅速地蒸发水分器 然后室内就会迅速地降温 这个应该有降低的人的效果 好吧 如果试过前面的方法都无效 达人说最后大绝招就是出门吧 可以到图书馆 卖场或百货公司逛逛 吹免费冷气 总之就是不开自己的 海电 你别想多赚我一毛钱 生活中心 海北报导 好